以传承古领情缘深化友好情谊为主题的2024古领园中美青年交流周活动6月24日在福建省福州市拉开帷幕 约500名中美两国各界青年嘉宾共同参与 作为中方五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计划的一部分 此次中美青年交流周邀请的青年嘉宾涵盖政府、外交、医学、商业、文化、教育、艺术、体育、媒体、科学、环保等十多个界别 古领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郊古山之北 百年前旅居福州的外国人到古领避暑 在这里建立起了学校、医院、万国公益社 与当地村民和谐共处,演绎了流传至今的古领故事 当天下午,与会的中美青年在古领共职游艺术 并展开寻宝活动,共同探索古领历史 我觉得很多美国在美国并没有看过很多中国 我认为,我认为,在我的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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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方表示,本次交流州将成为今年举办的 涵盖面最广,总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影响力最大 主办方表示,本次交流州将成为今年举办的 涵盖面最广,总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 中美青年交流活动之一 为中美青年充分交流,沟通思想,增进友谊搭建平台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些青年议题上 我们是可以去交流中美青年不同的观点 比如说可能美国的青年对于这个硅谷的一些高科技 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分享,我们中国青年也对于一些科技的应用场景 一些中国在领先的技术,包括新能源等等做一些分享 那么其实我觉得在不同的议题上,中美青年也能够带来一些分享 碰撞跟交流,最终也能够找到更多合作的机会 这边有好多人就好开心就认识这么多朋友 对,然后我觉得这边的风景也特别漂亮 从城市到文化,建筑等等就跟美国不一样 所以就要体验一下 我在美国有好多中国人朋友 我们在那边很喜欢打麻将,就一起吃饭包饺子 所以在这边有机会再一次经历这些事情,真的好棒 记者了解到,2024古岭元中美青年交流州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福建省人民政府、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古岭茶画、青年集市及飞夷展演 中美纪录片展映、茶与咖啡对话、梦回古岭庄场、体育交流、 专场文艺演出等约50场系列交流活动 此外,活动交流州期间 还将在烟台商举办9场圆桌会、浴展览及艺术主题论坛 组织美国青年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 学习体验瑜伽、八段井、太极拳课程 开展篮球赛、乒乓球赛、棒球课等练义活动 中文字幕提供